藏族黑桃 它距今有1800年的历史 是有历史考证记录的 然后这个尼西黑桃 是在我们这个狄庆州里 它是在我们村才有 其他地方都没有 在08年的时候 被评为第二批国家旗飞翼项目 像我家到我这儿 是第八代一直在做这个土桃 然后去年的话 我们的整个销链是在20多万 我们也一直在带土地 一直能够把这个土桃传承下去 能够带动村民发家致富